第九次上課 這邊主要有三段影片 主要是利用這個叫APP Inventer 版本好像二 然後做一個練習 狗按鈕 反正就是一個按下去會 有那個狗的叫聲 當然也有增加貓的叫聲 一個APP 其實要做一個APP 以前的觀念裡面覺得說寫一個APP 應該是還蠻困難的一件事 但是因為APP Inventer 應該不是公司 他是MIT麻省理工學院推出這個 後來好像是 被Google給收購了 然後 做了一個這種線上的直接雲 這個叫雲端的版本 他可以直接在雲端上面不需要 裝任何軟體 就可以直接寫APP 我是覺得 這些年試了之後發現 好像越來越成熟 發生的問題 現在慢慢就 慢慢都沒有 那主要就是說 將來你們可能 做完了這個APP之後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APP 將來呢 你要 必須要在手機上 執行 或者是說在那個 模擬器執行的話 我是推薦你們可以再裝個 夜神模擬器 上個禮拜 好像同學 試著發現 其實也蠻順暢的 而且你把它下載 APK 之後的話 它直接就可以在那個 夜神模擬器 直接就可以 看得到 那只是說 那個夜神模擬器 有個缺點 就是它 可能震動部分 沒辦法震動 或者像什麼 將來會有 像GPS就沒辦法 因為它 畢竟是個模擬器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真實的話 確定說這個能不能 執行的話 那 APP 最後還會 提供一個 QR 直接讓你用手機去掃描 掃描的時候 一樣 可以把它安裝在你的手機上 真的有同學試一下 蠻好玩的 真的一下就做出你要的APP 你可以做一些改變 按鈕之後做什麼事情 其實可以做很多的應用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再延伸出去 也許再做一些 相對複雜的 東西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 類似像 12生效的 一個 APP 那這個APP的話 基本上 我在雲端上面有找了一些素材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要 這個做一個有關12生效的APP 那第一個請各位就是在雲端 我們雲端上面 找一下 那這個當然如果你 找不到那個12生效的圖的話 我這邊是已經有放一些12生效的 這個我自己 找到的圖 不過找到12生效的每一個圖 這樣有點困難 後來我記得怎麼找的 我好像找到一個 12生效12個圖 不過它是一張 就是12生效 那我是把它一個一個 裁切 存檔 裁切 存檔 可能 第一個生效 我就存 好像第一個吧 我看 點進去 那你們可以在範例 資料裡面找到那個 12生效的 JPG 這邊的話 就有12生效 那老鼠的話 我就把它用這個 用那個圖示 有沒有 1.JPG 就是老鼠 鼠牛虎兔 OK 那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可愛的一個圖 當然這個圖 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是從一張圖把它裁切 分別把它一個一個裁出來 另外的話 除了圖之外 我希望說 它可以有一些內容 那這個內容的話呢 我就找了一個資料 網路上找了一個資料 我看12生效的那個什麼 年齡 這邊12生效的運勢 這邊就有一個資料 比如說 如果你是屬老鼠的 然後你的運勢是怎麼樣 你的事業是怎麼樣 然後你的愛情 然後你的財運 所以總共分成四個吧 OK 那所以呢 我將來當然希望說 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的話就是點哪一個按鈕 它會跳出相關的 當然有選項有四個嘛 所以可能還會需要 進到數 比如說數點進去 它會有1234讓你選 然後你選了其中一個之後的話 它可以把內容調出來給你看到 裡面到底 你的運勢是怎麼樣 然後你的事業 等等的 有哪一些 那當然這個 除了用12生效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 改成其他的 這個 比如說像算命也可以啦 或者是什麼 12星座啦 或者是其他的 類似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 那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 把它整合在一個APP裡面 所以呢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 來看一下 第一個 我們把一些 上個禮拜的重點 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 請你 下載那個 夜神模擬器 當然模擬器有很多種 不過我是覺得 最順的 好像是夜神模擬器 那它要下載我覺得比較麻煩是它下載的時間比較久 不過好像我們學校的那個頻寬真的很大 它733Mbps 大概不到20秒鐘就整個下載下來 我覺得真的比起以前快太多了 等於檔案很大這是它的缺點 但是因為頻寬加大 所以 感覺好像也沒那麼慢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話 待會請各位就是一樣把那個 夜神模擬器下載下來 然後呢 再把它安裝到你的電腦上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一樣就是說 每次上課都一樣 進到這個官方的網站 然後 建議使用Chrome瀏覽器 然後這邊有個連結 就是App Inventor的一個網站 它的網址 就是AI2 然後App Inventor mit.edu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這個已經裝好了 下載好了 這個安裝也蠻簡單的 就下一步下一步就把它裝好了 夜神模擬器 待會把它裝起來好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這裡面相關的 這個有關這個 mit的相關的 說明 請各位自行再去觀看 然後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這個App 基本上 設計流程 大概都差不多 反正第一個 你就先把素材先放進去 OK 這是Step 1 所以喔 假設你要做一個12生效的一個 App的話 那反正就是把素材先放上 包含就是說 它的圖片素材 總共有12張 所以你可能要上傳 但我覺得它的缺點是說 它一次好像只能上傳一個 你不能上傳多個 那第二個會遇到問題說 如果你有12個按鈕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把它擺在這個框框裡面 OK 那會有個問題就是當你點了一個按鈕之後 可能要跳另外一個頁面出來 所以要怎麼跳另外一個頁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的話 其實 我們的頁面是在這邊 它目前只有Screen 1 所以如果將來你假設能夠跳另外一個頁面的話 那這邊有個新增螢幕 這個可以再新增 其他的話就是畫面加一下 然後再加上 一些設定之後的話 並且把程式寫出來 那這個App基本上就產生了 所以請各位先把 這些相關的準備工作先準備好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有關就是說 12生效的 一個設計的 部分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設計部分應該在這裡 在雲端白板上面第12頁 這邊有一個 練習12生效 第1單 第1個部分 就是先怎麼樣 先把12生效 其實我是把它放在按鈕裡面 但是按鈕裡面的話 因為有12個按鈕 你要讓它排整齊的話 可能還需要用到 所謂的介面配置 那因為會有12個 所以可能用表格會比較OK 把這個圖 放上去 把表格配好 然後最後的話 把按鈕放上去之後 調整它的寬跟高 那我設定它的寬 大概就是30 20 然後把這放上去之後 就大概長這樣 長這樣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按下某一個之後跳出 那我這邊是用對話框 所以跳 點一下 跳一個東西出來的話 那怎麼做 還有程式部分待會再看 畫面先 還給各位一下 請各位再把 環境先準備一下 待會我們就來 把這個 12生效的App 試著做練習 那除了12生效之外 請各位也思考一下 想一下 類似的 不要是12生效 看如果你對12星座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做12星 12星座 或者是說你可以變化一下 像什麼 加上什麼 易經的算命 OK 比如說哪一掛 有沒有 哪一掛的掛窯池 是什麼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秀 或者還有什麼其他的 類似的你也可以 把它試著呈現 反正就是一個圖 對應一個訊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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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